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古今風雲人物 司馬遷 司馬遷 司馬遷死後 長子司馬遷執掌權力 正元二年 即是公元255年2月 司馬遷平定揚州冠優劍之亂後 在許昌病發而死 他的弟弟司馬遷匆匆趕到許昌 接掌軍政大權 司馬遷親自率領大軍班司回朝 然後公佈司馬遷死信 繼承大將軍、市中、都督中外諸軍事 陸上書士職位 成為司馬家第三位掌權者 司馬遷掌權之後 視燒低曹毛為快女 毫不尊重 司馬遷甚至穿上皇帝的服裝 由晉為上國、封盡公、食一八棍、加支九石 步步向低為進逼 司馬遷平定諸葛誕叛亂之後 權勢更顯赫 朝中公卿大臣都親父司馬遷 燒低曹毛,形同囚徒 少帝曹毛雖然年僅十六七歲 但是聰明好學 甘勞五年 即是公元二六零年五月 少帝曹毛親自領兵衝出宮門 要搜刃司馬遷 最終被司馬遷親信 忠護軍賈聰的手下乘祭試殺 司馬遷令立燕王曹雨的兒子曹援為帝 後來司馬遷派兵滅淑漢 權勢更勝 距離皇帝之衛只有一步之遙 但是名聲不好,終難盛事 篡毅清帝之大業 最終落在長子司馬遷手中 古今風雲人物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羅英先生 我是張惠國 大家好 我們繼續說司馬遷的故事 今天也是最後一集 司馬遷已經死了 他兩個兒子甚至是他的孫子 於是由他兒子長至司馬遷掌權一段時間 司馬遷掌權之後 當然司馬遷的人比司馬遷好些 因為他內掩深沉 沒有激烈對其他同僚欺壓的行動 因為據史書記載 司馬遷早年已經留意到兩個兒子的所謂言行 例如他發動高平零一役之前 他把兩個兒子召起來 講完計劃給兩個兒子聽 據《晉書記載》 大兒子司馬遷聽完之後 教教豬睡得很熟 很軟 而小兒子整晚輾轉反則睡不安 司馬遷又說 這兩個兒子 我已經知道誰能夠當大任 很明顯就是他的長子 因為據史書 司馬遷這個人 八面玲瓏 早年和曹桑等人是有交往的 但後來他果於殺佛 對冠優檢、黃寧等等 趕盡殺絕 所以司馬遷是一個深沉內臉的人物 而司馬遷比較喜怒凝癒 並且霸氣 他喜歡別人認同他的觀念 他自己先暴露自己的立場 然後就說 你們跟我 不然你們沒有好日子過 也喜歡別人拍去馬避 所以司馬遷就不同 你不知他想怎樣 但是司馬遷就早死 權力留給司馬遷 既然曹毛逐漸長大了 他覺得自己的權威 是受別人架空了 在宮中什麼都做不到 於是他跟自己身邊幾十個示威 就像宦官說 我有什麼辦法解決這個困境 拿回我皇帝應有的權力 大家是無能為力的 這個曹毛也想了一個標計 不如我自己帶兵衝出去皇宮 直闖殺入上府 把司馬遷制服人 我是皇帝 誰敢動我 於是他就 真的這樣做 真的這樣做 拿著長帽 帶了幾十個家童 就要衝出皇宮 尋求自由 大勢相這件事 其實據史記者 其實中了司馬遷的計 因為司馬遷當時已經盡了封做進攻 散藝也是遲早的日子 但他又不想自己做什麼 做黑手來殺皇帝 所以他就佈了個局 正如剛才張先生說 放些書出來 其實誠相父沒什麼守衛 自己天子御駕親徵 帶武裝力量來抄襲 很容易 於是曹毛真的這樣做 率領者的家僕數十人 好好當地想著天子自己去殺入這個承相府 一到正門已經有問題了 因為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賈聰當時已經是司馬遷的頭號貌神 就是獻計 不如由我來做一些所謂的不見得剛的事情 我處理他 我處理他 皇上衝出皇宮的大門的時候 於是賈聰率領了禁衛軍 來阻擋不准過 這個曹毛就說 我是天子 我現在要出去外面 誰敢阻 當時禁衛軍 沒有一個人敢阻 真的沒有人敢阻 於是賈聰的一個命令 發佈命令 他說現在司馬公養了你們這麼久了 你們為什麼什麼都做不到 要為司馬公效力 應該赴湯道火 大家怎樣 阻止皇上出皇宮 於是沒有人敢動 有一個將軍叫成祭 於是勒馬橫歌 一手用長的歌武器 把曹毛當場刺死 並且暴斥於皇宮之外 當時天子一寫敢去的徐庄 當然是四散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 天子暴斃於皇宮之外 竟然沒有人敢去 所謂收屍 沒有人敢哭喪 沒有人哭喪收屍 據說暴斥於城上府外 數天 沒有人來收屍 那怎麼辦 因為個個都害怕了 然後發生什麼事 那怎麼辦 有一個大臣的皇上 走到皇上 說皇上我離遲了 對你不住 就哭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叫人家撿了他 而司馬爾的弟弟 司馬夫 也在這個時候出面 不如買棺材搞定他 於是把曹毛的屍體收斂了 做恕人之禮 為什麼呢 因為畢竟他是天子 他暴斃於皇宮之外 那也要有個理由 他怎樣死才行 據說記住 後來王翔等人 做好醜醜 就啟稟郭太后 就說天子不孝 天子不孝 將自己身體法夫 受諸呼 他自己弄到自己的命 都不保 便是不孝 於是用不孝的理由 將他草草下作 找到一個落台街 於是曹毛無端端死了 於是歷史的變化 很有趣的事 這件事非常之兇動 因為皇帝被人這樣 當場在皇宮門口刺殺死了 誰承殺死了 誰承殺死呢 就是承濟 於是司馬超 拘捕了承濟 然後告他士君之罪 然後將承濟全家抄斬 所以我們看到 做人的打手 最後結果 也要受懲罰 指使承濟出手的假衝 立大功 最後在整個後來西進政權 戚冊封雲 許的女兒 甚至是皇后 假後之亂 百皇之亂 這件事 這件事 對當時的士大夫 當時很多公兄大臣來說 簡直是黑骨領心的事件 當時有一個很著名的文人 叫溪康 有些人讀西康 竹林七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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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時的士 曾經寫了一篇文章 因為他有一個老友 叫山徒 山徒 本來出現年輕時 一樣有理想 但後來已經被司馬氏收遍了 因為他是司馬氏的表親 於是司馬氏委任他做這個 我們所謂利布朗 利布朗是位置很重要的 因為掌管人士 我們今天有香港公務員事務局的常備 常任秘書長 有這樣的官職 即是所有高層的官員 都由他來推薦任命 找山徒做利布朗 山徒就謙讓 他說這位置不適合我的 不如我有一個老友的邪康 那位置叫溪康 他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溪康就讓位 不肯制 他說你這樣做就害我 令到我名聲有損 於是他寫了很重要的文章 叫做《與山巨猿絕交書》 山巨猿就是山同的別字 他說為什麼其中一樣 他說三不可 三不可 五五六不可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他說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非湯武而薄周孔 不知人間有此事 人間有此事是指什麼事 就是事君之時 於是司馬超 對這個溪康恨之刺骨 因為畢竟司馬士都是儒家大族 儒家大族的價值觀 包括兩者 一旦是中軍 一旦是孝順 所以這裡很明顯 司馬士的做法 已經違反了第一輪 就是中軍的一輪 所以當時很多人覺得 口又講道德 實際上行為卑劣 於是不此以為伍 但惡於司馬士的政治勢力 隻手遮天 於是采取了很多消極對抗 放縱自己 敗壞自己的名聲 讓你不作而拔我 自毀 所以我們說觸臨七言 為何這麼放蕩 為何醉酒 就是因為他不想受司馬士的征召 好像軟席一樣 大人先生 常喝醉酒 自己說自己不孝 為何說自己不孝 因為司馬士一直強調孝道 既然司馬家說孝道是標準 我現在不孝 就和你不合作 你又要找我做官 於是他長醉 經常喝醉酒 其實他自己內心都痛苦 所以用一些消極來抵抗 因為實際上司馬士權力 已經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方 只能夠這樣做 後來溪康 都是被司馬超殺了 因為他說他的朋友女安是不孝 不是他自己 於是借故把溪康牽連入獄 於是將他處斬 所以很荒謬 你溪康本身不是一群孝子 但你的朋友物以類罪 所以司馬超捉納並斬殺 成為當時很震驚的事情 因為當時很多泰學生 很多公官 很多士大夫都補溪康無罪 於是將溪康殺了 在這個情況下 對於士大夫的震懾很離開 讓我們去罵 古今風雲人物 司馬二 主持張偉國 羅永生 主持張偉國 羅永生 那些人心裏有刺 在太子十年 即是說 後來晉朝建立了十年 十幾二十年之後 還有人追究這件事 有一個叫余順 有一次因為賈聰 和大臣之間 有些人補戰 當時的晉朝 要推薦賈聰 做高官 有一個大臣的余順 就說 現在朝政敗壞 就因為有賈聰 這些人去再拒 當年高貴鄉公公的事情 是甚麼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 高貴鄉公何在 高貴鄉公何在 另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當時也有過陳群的兒子 陳泰都在這件事發聲 他就說 現在天下這樣 我們需要甚麼 為今之計要服眾 就殺賈聰 以借天下 殺賈聰一人 以借天下 於是當時之事 晉武帝司馬炎 就是司馬昭的兒子 那怎樣處理這件事 四個字 不了了之 不敢追究 你想想 當時已經開聲說 當年司馬市 處理高貴鄉公 曹毛是不恰當的 高貴鄉公何在 他這樣迷順 遇順地說 但是 司馬炎都不敢追究 我想想知道 心中有鬼 當時他說 天下空空 由你一人 由你一人就是賈聰 因為他 大家都知道 是指使這個城製 去試軍 而最後 推了城製出來做祭旗 自己就因為這樣 而踏上了權力之位 所以賈聰這個人 都可以相當之卑劣 所謂是敵史上的 於是司馬家 在曹毅的政權 獲取了最崇高的權力地位 但是司馬家 你有問 那麼多人都暗中反他 那麼他要刪奪這個權位 沒有那麼容易 要立威 要立威 立什麼威呢 他看中了 用武功 滅索 於是派了 這個鄧毅兩人 中毅是什麼人呢 是中堯的兒子 他有個兩兄弟 中族中毅 中毅就是他小兒子 他和司馬家的關係很好 很密切 而且學問很好 當時的大將就是老臣鄧毅 鄧毅長期看司馬爾處理軍糧問題 很出色 鎮守關宗 於是派兵滅淑漢 據說是公園的263年 中毅和鄧毅的大軍 可以說 屬國的軍主 竟然不知道魏國軍隊來到 一路所謂的 攀山越嶺 據說是很多軍隊披著羊皮 從絕崖裡面跳下來 鄧毅率領軍隊 鄧毅走一條 比較崎嶇的路 陰平小洞 而中毅就在我們叫做 劍門關那裡進攻 但是劍門關始終防守比較強 中毅的軍隊 劍門關被阻擋了很久 鄧毅的軍隊由西邊 由楊長小道 繞到直闖這個城道 先攻入城道 而當時大家知道屬國 已經氣躍猶屍 為什麼呢? 在諸葛亮死了之後 大家知道 曾經有些人 讀學生問過我 網民說 諸葛亮死了之後 屬漢的情況如何 這個也是一筆暴那麼長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諸葛亮死了之後 他的權力掌握在 荊州的時代夫手裏面 荊州人 一直到屬國滅亡之前夕 這個荊州人和他的子弟 都掌握著政權 而屬國本地的人 亦州人士 心有不甘 於是希望推翻 這個荊州人主導的政權 我們叫做出頭天 然後希望能夠 將這個屬漢的荊州軍臣趕走 於是有一個叫肖州的人 肖就是延接邊 做過招土的招治 是周朝的州 是成都的大嶼 在開壇講惡的時候 已經講明了 這個屬漢的軍臣 跟我們是無關的 我們寧可投降給這個荊毅 都不聽這班 所謂官二代官三代的命令 最後結果 荊毅的軍隊 鄧毅軍隊 長矩直下攻入成都 肖州等人 屬英外俠 率領這個 所謂的 益州地方勢力 投降 投降給鄧毅 熟漢政權就玩完了 當時 中匯和鄧毅的軍隊 平了熟漢之後 大家兩個就有些問題出來了 究竟是誰做所謂的地方 即是一號話事人 按資料當然是鄧毅 但是 中匯自我感覺相當良好 不肯屈居於鄧毅之下 於是他們兩人 漸身嚴隙 據史書記住 當時 屬漢的救臣 姜毅挑撥兩人 就教唆中匯 你將鄧毅殺了 你取代了 你可以稱皇稱帝 叛這個魅 就可以取代了屬漢政權 果然中匯 因為這樣設計 殺了鄧毅 並叛這個魅 他主要是先向人咒報 說鄧毅 企圖割據益州 成為益州的王 其實他自己想害鄧毅 於是向司馬超咒報 司馬超當然很震驚 親自帶兵到長安 來監督這個行動 然後命令人 將鄧毅押入囚車 由囚車推回到長安 由我親自審問 怎知走到半路的時候 中匯又如何 就說鄧毅意圖謀反 先先將他殺了 然後殺了之後 真的舉兵 於是司馬超非常震怒 於是自己親自指揮兵馬 直闖成都 就將中匯為鬼 中匯也戰敗 死了 司馬超平定熟漢 亦都非常順利 亦都南下了足夠有的政治資本 可以醞釀取而代之 但畢竟當時司馬超 重點所說的那個底 都是花了 對曹氏政權的冷酷 令到當時人民感怒不感熱 他覺得自己也不應該太適當地取而代 於是積極摘捕自己的兒子 就是司馬嫌 據史書記載 當時九品中政制行 整個曹惠之仔 只有兩個人是平義品 一個就是司馬嫌 另一個就是陪襯的人 營陽正事的鄭麥 是何許人 史書沒有記載 即是說 所以司馬超知道自己沒有辦法 是能夠服眾 於是積極摘捕自己的長子 司馬嫌來部署散毅的工作 是的 所以我可以看到司馬超 是不敢隨便自己稱帝 曹惡死了之後 他立了一個非常無能的軟弱的人 繼位 那就是曹惡 是燕王曹羽的兒子 這個曹惡繼位 他根本就自己 完全同擺設 史書記載他 刻如其分地 扮演他的皇帝的角色 不敢對司馬嫌有任何怨言 有任何不滿的情緒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司馬嫌非常順利地控制所有大國 但有一個例外 就是司馬二的弟弟 司馬超家叔 司馬夫對他頗有看法 司馬夫因為當年受曹惡的作弊 效力曹惡政權 與一生與司馬二一家 父子三人保持適當的距離 不參與權力的鬥爭 並且很效忠曹惡政權 一生以曹惡的大臣來自居 所以臨死的時候 司馬家已經扎局在握 而進朝已經建立了 於是臨死的時候 跟家人說 在我的墓碑上寫著 大魏的忠臣司馬夫之武 就算了 不要寫大臣 所以我相信司馬夫 也比較想 心裡覺得 刪奪草蟹 其實是一個不正當的行為 司馬家本身就是瑜伽大臣 自己違反了瑜伽那種 所謂的中軍的理念 只能夠提出什麼?以孝 所以史書記住 梁俊正以孝來自天下 甚至後來司馬彥貴為 進國開國君主 也為他父親 司馬超首考三年 在歷史上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中國歷史裡面 有很多歷史的變遷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而且出自很多歷史的技術裡面 也有真有假 也有些被掩飾 但是從司馬家的發展過程裡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很多歷史上的權謀詭計 很多所謂的家族之間 王權和世家大族權力的矛盾 究竟最後的結果 如何出現了所謂權力的一種重新過渡 這也是我們值得留意的事 沒錯 我這個故事講到這裡為止 下次講另外的歷史日物 下次就另外兩位朋友來做主持 好 再見 古今風雲日物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中文字幕提供 成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